從未來喔 我已經去找別人了 你還有蠻早的 你是真的 有馬牛號街找什麼 沒有耶 馬牛號街找什麼 馬牛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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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車 我知道 就是那個波拉克做的那個 那個拍子 而且機械組真的 機械組真的很堅持 沒法說 快點 對 對 他怎麼會這樣 那個壓力大 他給別人的壓力 嗯 對 他叫我去 有 我最近在 我最近在 我最近去 去看了一些 我覺得 就是 讓自己改一些想法 對不對 還不錯 對啊 這麼多人 好 他還在嗎 他還在嗎 他還在那邊是天氣 現在是很奇怪 完全不在意料 他還在那邊 他還在那邊 我跟妳知道 早上 早上 就是他會從 他會從大觀山那邊 出雲釀長官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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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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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在那裡 你走啊 所以當然是從那裡 往下聚集啊 他可以出大觀山西 都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地震不是有三圈嗎 對 蛤 你記得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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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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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把我們明巴克魯橋被埋掉的地方挖出來 那個明巴克魯橋那邊的高度是639公尺 比我們這個航管變到再低一點點 等於明巴克魯橋那時候整個被遇碎溪的土砂 整個蓋住超過了快20公尺那麼多 整個魚高啦 魚高了20公尺那麼多啦 不是蓋住啦 魚高了快20公尺 那整個狀況是這樣子 那相對位置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照片我都有把它放到雲端的群組上面 大家可以來做一個下載 那如果要原始照我們這一兩天會再把它丟上去 那這張照片就是我們 等一下會走過去看的明巴克魯橋 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啊 現在站的這個位置就是這個點 就外邊這邊這一個點在外邊這邊 大家看這個狀況齁 跟這邊的狀況完全已經不一樣 因為這邊 已經全部被遇碎溪的土砂給蓋住了 等於這個高度大概是638或636左右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高度是640 所以明巴克魯橋的高度是在這一個再下去 三四公尺的位置 那原本明巴克魯橋它的通紅端面這邊 大概我們那時候做好的時候有 是一二公尺那麼高 大概它的高度通紅是非常足夠的 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明巴克魯橋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是考慮裡面最嚴苛的一個位置 就是布团布納斯溪就是對面 其實布团布納斯溪從莫拉克風塞之後 它的爆發的土石流量 像這一次玉碎溪爆發土石流量是1100多萬地方 玉碎溪那個布团布納斯溪之前爆發一次 至少都是5000萬地方 一直衝下來 非常大的一個量體 所以我們以一個最嚴苛的部分來評估 就是布团布納斯溪如果它每年會衝下來的一個土石流量 瘀膏 它可以瘀膏 我們當初有做一個地域分析 它每年如果瘀膏造成老龍溪的瘀膏 瘀膏瘀膏瘀膏一直瘀 我們是把它瘀膏十五年的量體來推算 然後再加Q20的洪水量 來定出我們這個明巴克魯橋的橋面板高度 當初是這樣定 那為什麼會想要十五年 為什麼我不要瘀膏二十年 或預告三十年 因為我們是想說我們在這十五年裡面 如果這邊的水溫地質穩定的話 我們可以找出一條長崎路 所以是以一個十五年的一個 預告的一個高度來推算 所以這後來我們在明巴克魯橋也做了許多保護工 因為工程完工不是做都沒有事情 都不用養護了 我們後續還有做了很多保護工 像是在這個林老隆漆 這些橋墩的一個潮流工 那還有另外還有做什麼 我們玉碎溪 我們有長期來做一個土砂的一個親疏 那另外在上游 我們自己也有做燃沙發 那水寶局他們也非常合作 他們在我們玉碎溪這個上游 也做了四支燃沙發 其實我們在106年就發現玉碎溪 它有慢慢的土砂一直在下移的狀態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跟水寶局合作 來做很多四支燃沙發 希望把這個土砂可以有效的控制 在上游這個地方 那但是在這一次去年 0807的豪雨 在玉碎溪的最上游 它的整個大邊積的邊坡 崩塌下來 就一次把土砂整個帶出來 就會有我昨天看到的那一張 我們看到那一張照片的狀況 那現在我們 零八客戶橋這邊的短期 鋼便橋的修復 其實我們有分短期、中期跟長期的一個修復方案 來做一個處理 那短期方案就是 我們先用這個航管便道 第一時間讓用路人可以來做一個進出 上面有我們桃園三個部落 所以我們必須第一時間要來搶空 這個零八客戶橋這條航管便道 那第二個時間就是 我們要把整個 就現在看到的這個鋼便橋 要在四月底 以前做好 其實我們二月就已經通車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怪手在做的 是我們在後面做的一個保護工作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行程這邊講完 大家看一下我們會再走過去看 舊的瓶八客戶橋被埋掉的那個部分 總共瓶八客戶橋有十七噸十八垮 那總共有六個橋面板被蓋住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玉碎溪的出口的一個位置 那未來的一個中期方案 其實我們這個鋼便橋 大家要想說它 到底它的定位在哪裡 其實這個鋼便橋 它目前看到這個鋼便橋 它仍然是屬於一個短期的鋼便橋 短期的 因為大家想 三四個月可以坐起來的一條橋樑 它還是兩三天都下了 每天大概下了三四十毫米的雨量 上面就有小規模的吐石油沖下來 吼那個吐石油沖下來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吼 整個幾乎都被吐石油給蓋住了 就蓋掉了 吼 那但是我們的鋼便橋那時候 是沒有什麼狀況 在二月多的時候 吼 所以它 還是有經得起一些抗洪的一個沖刷 但是它能抗到 抗洪的人力能抗到多大 我們找了很多專家學者來這邊做一個評估 它是說 這種東西很難去綠定 因為 吐石油的狀態不像一般的一個 蠔雨洪水的狀態 它是可以瞬間推出來的 不過它是 認為目前的這個鋼便橋 它的抗洪的人力是有提升很多啦 那我們的定位是在這樣子 我這個鋼便橋目前的定位是這樣子 因為 如果我們在走這個河床便道的時候 上面如果有製造主持有下來的話 我們的反應時間 可能不到一兩分鐘 但是我們這個鋼便橋做好的話 應該有至少五六分鐘的反應時間 這五六分鐘的反應時間 就可以讓我們這邊的車輛 人員全部到一個安全的疏散 這個鋼便橋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在這邊 可以讓人員安全的疏散是我們最主要目的是 公共同局在這邊做工程還是一個原則 我們的構造物 它可能會有任何的損傷 但是我們不希望有任何人命在這個地方 再有任何的損傷 所以這個鋼便橋目前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來 來將這個鋼便橋來做一個嚴肅 我等一下後面回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另外我們這個中期方案 再講回來我們現在的中期方案 我們中期方案除了這個鋼便橋以外 致必我們還是要再做一個抗洪能力 再更高一點 就像我們這個冰霸克路橋一樣的一個中期方案 不過這個中期方案 它的選線其實也是很困難 因為為什麼很困難 如果你沒有再經過今年的一個大豪雨的一個考驗 你不知道這邊的水文地址的狀況 到底會變成怎樣 它有可能今年大豪雨過後 這邊又預告了10公尺了 因為像去年10月10號 這邊又預告了7、8公尺起來 所以這邊的水文地址的變化 是非常劇烈的 但目前我們這個中期方案已經 辦理了一個委託服務工作 那已經有廠商來投標了 那在長期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它的水文地址還是非常不穩定 尤其在這個老龍溪的核域上 它是非常不穩定的 那其實我們是希望 可以在多方的考量 把這整個區域的水文地址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研究 找出它的安全囊帶 我們來規劃一條長期路廊 這是我們整個交通部 跟公務總局這邊 對長期路廊的規劃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這個橋面板這邊的高度 是660 那各位一定會想說 那為什麼我這個鋼片橋 不要再做高一點 你的既然土石有那麼大 為什麼不要再做高一點 是不是都會有這種疑惑 我跟各位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引道的終點 646 就是要接回來我們原來的 冰霸克路橋的橋面板 剛才有講到 我們橋面板要接回去嗎 你要接回來的話 如果我這邊再拉更高的話 像我們現在的重波已經到達9.33% 各位看 那一個就是我的 要往下的一個 下去我接幹辨橋的位置 它的波度已經非常早 已經幾乎到一個極限了 如果你在往上再拉的話 它的一個重波就會更陡了 已經不是一般車輛 它可以來做一個通行 有時候這邊就會出一些車禍 所以這裡已經是我們的一個 高層的一個極限了 那我還是再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鋼片橋 總共96米 96米長 那總共落了8噸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短期方案 我剛才講了 我們也找了很多專家學者來這邊 給我們一些意見 讓我們知道 怎麼讓這個鋼片橋可以 它的抗洪能力 還有它本身的強度可以更提高一點 我們做了幾個方案 幾個方法 第一個 我們兩邊 兩邊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有做一個 氣石的一個 氣塊石的一個混凝土 那邊 那邊就是第一個我們做的部分 那第二個 因為我們要隨時知道我們這邊 玉碎溪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上游這邊 我們有做了夜間照明 等一下我們去 會到上面那個點 我會跟各位在看夜間照明會在什麼地方 那還有CCTV的監控 我在我公務段裡面 在我手機裡面 我就可以隨時掌控 我們現在玉碎溪這邊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狀態 如果開始下雨了 我們保存就可能兩邊先預警性封閉 不要讓車輛先走 這個狀況 那第三個 我們橋墩基礎的一個加厚 原本我們橋墩基礎是一米 只有一米而已 有時候我們把它加到一米半 加了百分之五十 那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前端 我們還有做一個防撞樁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在施工 就是要來施工這個防撞樁的部分 把它做起來 我們有這四個方案 再放過來 這是我講的 第一個 將氣快死的部分 第二個 這是我們實際夜間拍起來 CCTV照片的一個樣子 其實看得非常清楚 在夜間我就可以很清楚 看到 你看這邊有一點一點的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反光標記 它的紅色跟黃色反光出來的一個樣子 那有下一點點雨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邊是不是有吐司有驅動的一個影像 那我剛才講的我們的基礎加後就是這一塊 那如果大家稍微走過去看一下 也可以看到這個基礎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在做的就是 這一個要做我們的防撞樁的部分 來再放過來 那其實在上個月底的時候 我又找了那一個成大的謝正倫教授 他是全國圖石柳的專家 另外也找了林辰老師 我們到昨天的保環監工站那邊研究 說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再讓這個干辨橋可以延長到它的一個壽命 那他是給我們幾個建議 第一個他建議我們在我們這個干辨橋上游 這邊要做兩個成沙池 要做兩個成沙池 那第一個成沙池在更上面的地方 等一下我到上面那邊再講 那個成沙池的功用是 上面如果土石有下來的話 比較大的顆粒 它可以堆積在這個上成沙池 然後另外其他的利盡 比較泥沙的利盡到這邊 是一樣 下成沙池這邊公路總體來做 上成沙池的部分 桃園市公主要來做 那可以保持多信用給他們 那目前我們是在做這個這樣 下成沙池 下開在做四五天這邊應該 就可以把下成沙池把它持起來 然後目前我們是希望這樣 那我会怎么办 那他说车辆已经在跑了嘛 我的一个作为就是 我马上把这边封离 然后所有的车辆往中间那边去做一个多指导 另外一种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桃园这个地区 我们会提供 当地那边有的一些 历烈的工程 我觉得可以提出在桃园 所以我来到桃园 是 太厉害了 在桃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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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